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天只花三十块钱 简直不可思议 一提到校园明歌就会想到王孟林 当年他和黄大成 赵树海等人常搭档演出 留下不少经典歌曲 如《雨中几景》 《木几道》等等 前段时间已经很少露面的他 曾与娃娃金志娟为了在台北小巨蛋登场的明歌高峰会造势 罕见对晚年生活表态 最开始是谈及明歌歌手相继离世的话题 娃娃曾指出2008年 黄大成因胰脏癌过世 让他感触良多 他说 大成兄从生病到离开过程很快 现在年纪渐长 身边的朋友也陆续先下车 王孟林则指 这就是人生 人生无常 该来的躲不掉 而且到了一定年龄 身体机能也跟着退化 很多病莫名其妙都出现了 随后更是哀谈 白病的地方都病了 例如尿尿要分期付款 就是射护腺肥大的意思 还有一点血压高 之前 68岁的王孟林被报道贫穷度日 他气愤说 乱写 很讨厌 根本就是危言耸听 为了拉流量诅咒人家 这是不对的 就好像老了就没有用了 自己根本不缺钱 据悉 有文章曾指出 他一天花不到30元 对此王孟林怒说 这是不懂算术 30元一天连狗都饿死了 简直胡说八道在乱写 随后他也解释 自己现在食量固定 早餐两颗鸡蛋 午晚餐一个便当搞定 且至今已戒烟戒酒 只学会嫁人 有多一点相处的时间 知足常乐 并活在快乐的当下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王孟林还曾爆料 自己一天只吃乙餐 每月伙食只有3000元 让一旁好友忍不住亏道 上礼拜才到附近渔港吃海产 乙餐就3000 他对此笑悔 当时事先拿到演唱酬劳 所以才能吃上一顿好料 关于单身多年 王孟林不讳言身边已经有个女伴 还表示 这个年纪一定要有老来发 不过 阿玉对方是圈外人 他不愿多提女友的点滴 而娃娃则大爆在演唱会后台 有人把王孟林伺候得像皇帝 此外 如今王孟林的女儿出落得大方漂亮 让好友 易爱玲都忍不住开玩笑 真是逮竹出好子 而看着爱女嫁给比利时养女婿 王孟林也叮咛女儿 要互相体谅尊重 凡事多商量多沟通 已经和女儿分居 现在独自生活的她 还自嘲是独居老人 不过也释怀般地表示 自己一人也住的习惯 甚至开玩笑说 只要女儿好好过日子 不用太孝顺 每个月把欠她的钱 多少还一点就好 不过 她仍旧每月定期和儿女聚餐 也奉劝 许多像她一样 年纪到了的朋友们 要自爱身体 如果不自爱的话 哪天怎么样 也没人知道 健康方面 王孟林几年前曾因声带问题 每次唱歌一飙高音就破音 最终不得已开刀 前后共进行了五次 除此之外 还曾因未识到逆流 造成声带腐蚀 动六次刀 一度爆瘦16公斤 所幸术后没有后遗症 而三年前又发现心房颤动 一分钟挑一百多下 加上一根血管堵住80% 如今已经装上心导管支架 并为了健康决定戒酒 且选择清淡饮食 原本爱抽烟的她 也曾分享 为何下定决心戒烟的原因 据媒体报道 王孟林十多年前 曾摔倒撞到马桶 立即就医 被诊断心脏出问题 怎料后来发现胸膛发肿 进而挂急诊照 艾次光 才知道是气胸 撞断两根肋骨 内出血所致 会想起该场手术 她当时因为已经吃的东西 不能麻醉 所以直接躺上手术台 结果身体内部的液体 化了4天才引流干净 正是经历这次惊险 才让她决定戒烟 此外 她也曾动手术切掉胆囊 一度笑称自己是无胆之人 而且若在她旁边说话 不能太大声 否则会吓到她 提及生死 王孟林称 这是人的比肩之路 但搞笑的是 以前她曾觉得 面对受众 没什么可怕的 但有次挂急诊的时候 还是怕到不行 她也透露 以口头吩咐遗嘱 一旦那一天到来 不能弃切 不能插管 不要急救 也不要惦记 断气后 则把好的器官 全部捐出 之后就一把火烧完 送到树苑树葬 不要给下背有压力 而说掉婚姻 王孟林可说是 狠狠摔了一个跤 2005年的时候 她的前妻曾凡真 曾主动找到媒体 爆出猛料 声称 王孟林在家的时候 脾气常常不好 心情不好的时候 总是拿自己出气 甚至有暴力倾向 此外 陈凡真还将媒体 吐露 王孟林私生活部检典 几乎每天都瞒着 自己与外面的女人 优惠 而且不止一个 面对陈凡真的 无尽控诉 后于媒体压力 王孟林终于出面回应 并且大女儿 也是帮着她 说了许多曾经的话 她说 自己有外遇的事情 曾经坦诚地 向陈凡真交代过 并且发誓 绝不再有 但是在她坦诚之后 陈凡真虽然口头上 说原谅她 其实心里 一直一神一鬼 不管王孟林 做什么事情 她都要知道的 一心二处 极大影响到了 王孟林的个人空间 导致她做什么事情 都感觉像是 陈凡真 一直在一旁 监视着一样 也许是 王孟林出轨 对妻子的打击太大 陈凡真还向外界坦言 自己已经患上了抑郁症 极度没有安全感 而王孟林也曾说 现在的妻子 已经在家里 安装了多个窃听器 对她和女儿们 进行双向监控 王孟林本身 是一个很潇洒的人 突然被妻子监视起来 就变得浑身不自在 情绪也是一天比一天差 对妻子的不满 越来越重 曾数次 就监视器的问题 找到妻子理论 但妻子毫不听劝 坚决不拆除监听器 为此 两个人爆发口角的同时 有几次还差点互相动手 面对王孟林的不满 陈凡真甚至当着她的面 经常说些暗示 自己要轻声的话 因此 王孟林在一段时间里 一直都心惊胆颤 生怕妻子出现什么问题 她还交代 陈凡真有次 吃了连续三天的抗牙药 药的包装她都留着 她说 陈凡真刚吃完药的时候 习惯先去洗澡 结果有次 她和女儿突然听到一声闷响 而且声音特别大 跟女儿们进去一看 陈凡真仰躺在浴缸边上 脑袋上 鼓了好大一个包 无论当着家人的面 或撕下 陈凡真都有过伤害的行为 而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 陈凡真竟然用嘴 要伤过女儿 女儿也曾在媒体前 打方承认过 说胳膊上的两个伤口 都是妈妈弄的 还曾对着镜头展示过伤口 后来陈凡真主动提起离婚 但开口就要三百万 还有每个月要给她寄四万五千块 曾有媒体分析 陈凡真之所以选择找媒体控诉 就是为了向王孟林多要一些损失费 不过有一次 王孟林拿四万五千块 给陈凡真的时候 陈凡真反倒拿出器具 要对她行凶 而且王孟林还承认过 自己对妻子动手 但其实妻子先打了她 至此夫妻俩的阴暗身份 让三个无辜的女儿 成了悲剧婚姻的牺牲品 最后王孟林已经对陈凡真 已经失望透顶 只希望可以顺利离婚 恳请陈凡真 让她和三个女儿好好过日子 不过当时妻子 面对王孟林的要求 迟迟没有回应 后来拖了很久 两个人最终还是离婚了 可能是因为王孟林 对三个女儿照顾得很好 女儿们并没有因此 受到多大的影响 依然很开心出现在镜头前面 但两个人离婚 具体谈了什么条件 媒体众说纷纭 有说王孟林赔了 天价补偿金的 也有说妻子陈凡真 才是仅神出户的那个 总之两个人就此分开了 但意外的是 许多年之后 王孟林与陈凡真的关系 慢慢有了缓和 据说王孟林的小女儿 远嫁比例时 恒爱女儿的王孟林十分不舍 曾特意在酒店开洗30桌 为小女儿举办归宁宴 对于小女儿的远嫁 王孟林说 自己数次坐在角落里 偷偷掉过泪 还透露宴会开始之前 曾细心叮咛 女儿夫妻相处之道 交代女儿跟老公 要互相体谅 凡事多商量多沟通 可能是自己婚姻失败 所以对女儿的婚姻 给予了很大期望 关于陈凡真 她则声称 这么重要的日子 不想让女儿有遗憾 都放下了 只是在宴会上 她与前妻并没有太多互动 在女方家长栏位上 不仅写上了王孟林的名字 家长致辞时 两人也一同上台 依旧别具异议 画面感人 王孟林圈内人缘好 前晚现场青光云集 包括张飞 李立群的好友 赵树海与诗笑容 还上台现场民歌族曲 夜爱玲则开玩笑说 孟林歌的小女儿好漂亮 另外康康也表示 很荣幸能在宴会上 被王孟林指定 献唱自己的歌 嫁 因为这首歌 是在讲父亲嫁女儿的心情 唱的时候 王孟林站在康康面前 一直看着她 结果她还没唱完 就看到王孟林眼光泛红 回首半生 王孟林的生活 可以说是苦乐参半 但其实除了前妻 她还曾被于天揍过 据说 她早年和于天搭档的时候 于天爱打人嘴巴 营造效果 结果有次 就让王孟林 在异常活动中 就被打了七次 有人看不过去 打算砸场 当下她却顾不得 疼痛的脸颊急忙阻拦 但然后也会劝于天打轻一点 但事实上 她和于天的感情 一直都很好 两人也并未因此 而生出嫌隙 不服陈真几十载 王孟林如今 也已经无所谓 生活祈福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保重自己的身体 尽自己所能 做一些开心的事情 好好 安度晚年 我们也祝福她 未来能够心想事成 快快乐乐地 生活下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